剛剛這個我們做的其實基本上就是第一階段 然後清除,第二階段就是把它改成 Final,類似像這樣,民國年的格式 是標準的,而且是可以改 裡面的話我們是輸出的時候順便用一個 就是Lumber Formate Local 把它丟那個什麼呢 就類似按右鍵,出了格式 所以你可能要先做這件事情 做完之後再把這個 這一個制定的結果貼到那個Lumber Formate Local後面 你就可以去變動那個裡面的所謂的格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Sales裡面做 其實你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浪迴圈跑完之後 再用Range來做也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輸出一個,變動一個 輸出一個,變動一個 當然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輸出完之後 再整個全部改 可不可以啊 那這個當然程式怎麼修改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全部跑完之後 這個是一個一個 就是說每輸出一個改一個 每輸出一個改一個 那另外一個寫法就是說 當你最後跑完之後 那最後跑完當然就是在這邊 假設NAS 全部跑完之後 如果我今天不要一個個改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邊用什麼呢 Range來改 這個Range值的就是一個範圍 那它一定是哪一個呢 從A2到哪裡呢 到A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 最下面 我不知道嘛 所以我們可以拿 最下面 剛剛沒寫 最下面 這邊有 就是A2的最下面 所以其實 可以拿這個 直接放到這邊 中間記得串接一個end 這個指的是什麼 A2到A的最下面一列 然後點什麼呢 點它一樣會有個Lumber Format Local 等於什麼呢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就是這一串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串怎麼樣 搬到這邊來 這個意思是 我全部做完之後 再做格式化 OK 所以我們把這 改一下射中段點 清除一下 這個寫法是 先輸出標準 最後怎麼樣 一次全部 OK 按F8 有沒有 哪一個方法比較OK呢 其實看習慣 所以你說 要叫我變出十種 二十種都可以 你要怎麼變 就怎麼變 所以有什麼 什麼叫做標準的寫法 沒有啦 就是 但是理論上 用Range的效率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你每輸出一個 再改一個 它會 效率上面 比較差啦 那你如果整個 全部一起來的話 那當然效率比較好 所以 當然我如果以效率的考量的話 下面這個寫法一定會比較OK 好 那只是說呢 不過你說 會差多少 像以這個範例來看 那大概萬分之一秒 可能還不到吧 可能那個 感覺到 完全沒有什麼 除非說 你要做的是 那個量 大到 非常大 那一定非常有感覺 Range就會 遙遙領先的啦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你可能要看實際上的狀況而定 所以這邊的話 額外 再多一個這樣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 後面就有刪除非日期 因為你會發現 會有一個 這一個 有沒有 它沒有改 為什麼呢 最主要原因 因為它不是一個日期格式 不是一個日期格式 你就不能去 改它裡面的格式了 因為它改不了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它 它即便給它一個格式了 但是它還是顯示成舊的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希望 做 像常常遇到 有一些資料是錯誤的 我希望把它刪掉 可是你變成 你要慢慢慢慢去check 一個一個慢慢去check 那從頭檢查到尾 可能會花很多時間 我們可能變成這樣 找到它按右鍵刪除它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我從頭跑到尾 然後如果這裡面不是 不是一個日期格式的話 就直接把這一列給刪掉了 好我做給各位看啊 其實這邊的話 我已經寫好了 好這邊刪除 按下刪除非日期資料 好刪完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就不見了 好OK 那如果你 你可能比較好用的是 將來如果你 你這個資料 有很多是 非日期的那個資料 而且不知道放哪裡 那你要一個慢慢檢查的話 很浪費時間 所以怎麼辦呢 程式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啊 不過會有個問題 它好像連那個 我們上面的那個 也給刪掉 所以我剛剛好像寫的 寫的那個回圈 應該是4i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可是我把它寫成 看一下喔指定句型 我剛剛寫 4i應該是2啦 不是從1啦 1的話就第一列 給刪掉 所以第一個 程式喔 這個寫法 我想前面有寫過很多了 一定是跑個回圈嘛 4i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一個next 做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這裡面的資料 不是日期 那不是日期 你可能要多學一個函數 VBA裡面有個函數 判斷儲存格裡面 資料是否是一個日期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isday isday ok 那這個isday 裡面你就丟 刮虎裡面呢 你就丟一個什麼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丟進來 給它什麼 去檢查 所以isday有點像 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一個日期 如果是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做任何處理嘛 那我們要抓的是抓什麼 抓不是日期的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是等於force 有沒有 其實所以 有時候邏輯判斷是 後面到底 你要做什麼處置 其實是你要找那個 所以剛剛那個什麼len 算長度啊 你會想說 為什麼是小於3 為什麼不是大於3 其實你用大於3 那你就麻煩了 變成你要在ls裡面處理了 所以你可能要處 你下面要處理的話 是你要抓什麼東西出來 把它刪掉 那當然是抓什麼 不是日期 所以這個敘述是 你要抓不是日期的邏輯 不是日期的邏輯 請你寫在這裡 你不要寫一個true 等於true幹嘛 什麼事都不行 你四日期你要做什麼 什麼事都不做 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就不要理它嘛 對不對 就跳過了 對不對 所以特別是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 是一種習慣性的語言 你習慣那個規則之後 其實後面你會發現 就很好寫了 那你要做什麼 把那一列給刪掉 i嘛 所以那一列 那就是i列 OK 那哪一列 rule 加一次 因為它有很多列 一個集合 哪一列 後面加一個點delete 就刪掉了 所以其實點delete 那就是點delete 蠻多地方可以用 像sheets有沒有 工作表能不能刪 可以啊 就是點delete 那可是你要告訴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sheets 對不對 第幾個sheets 也可以點delete刪掉 所以後面我們還會再用到 批示刪除 比如說後面會有個 現在是合併啊 將來後面會有個分割 比如說你一分割之後 比如說照月份啊 照什麼出貨 什麼什麼 貨品啊等等的人員啊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分割 分割出去的話呢 那當然 可能你會有新的update 新的update 你勢必要先把 舊的工作表刪掉 那可是你不可能 一個慢慢刪嘛 所以你可以跑個回圈嘛 從第幾個工作表 全部刪掉 一下全部都刪完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刪除非日期的資料 用isday ok 那同樣的啦 當然在那個 比如說你要刪掉 其實同理可證 常常會遇到就是刪除的資料 比如說不是日期之外 還是什麼 is new 就是那個日期 數字 那如果是文字可能 所以你這邊可以按F1 它這邊會有相關說明 它有相關的那個其他的 其他的函數 比如說isday 這邊is 這個 那個array isamp empty 就是裡面是不是空的 is air 是不是錯誤 那比較isnure 是不是nure nure其實跟empty 又不太一樣 nure是完全都沒有 指的是物件 物件的空的 那這個是 是否為一個什麼 數字 ok opture 等等的 那常用這個 numeric 這個其實是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後面如果是一個數字 做什麼 不是一個數字 當然你這邊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我們剛剛是用isday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把這個地方 那我把程式是放在雲端上面 有程式嘛 就刪除非日期部分 那當然後面 其實我們理論上 還有就是說 跟那個資料庫整合 不過 這個可能要 又要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 我看後面的地方 就給各位當練習提好了 其實做法很簡單 一 什麼 開啟micycle環境 因為這邊我們是還原 不過 它不會受還原影響 所以這邊嘛 那你又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不用再setup 因為setup 它會出現那個sorry 因為已經裝過了 所以你就是開啟這個執行 然後start它 start它 那再什麼呢 這邊admin 這個不用了 因為這之前做過了 你就把這個micycle給叫出來 然後呢 它的帳號就root了 因為最近好像有同學 對micycle特別感興趣 上班的時間 其實都在玩這個東西 所以裡面的話 當然它很多 它預設是UTF吧 就unicode 那問題一問題二嘛 今天是問題四 所以請各位怎樣 建一個新的資料庫 叫做問題四 那問題四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面有多少 就是這個第一季裡面的話 就是總共有12345 五個欄位 那它應該要放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標準的日期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放一個date 然後這邊有項目的話 這個就vatcha 幾個字的話 你就自己算一下 最多幾個字 那進貨數量的話呢 那是int嘛 那這邊也是int 那這個vatcha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嘛 最後請各位再複習一下 如何把這些資料 整個再轉移過去 那其實合併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1月丟進資料庫 2月丟進資料庫 3月丟進資料庫 不過在丟進資料庫的同時 你這邊可能要 要把它那個日期自己轉一下 然後最後合併回來 就是用slate的所有 from那個table 問題式的table 也是一樣 等於是說呢 你可以利用mysicle 當成是一個暫存的一個地方 然後全部再合併回來 這樣也是一個方案 ok 那這個因為後面這部分 我想跟前面同質性還蠻高的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練習過 因為這應該不算困難 insertint 那後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額外練習 各位可以再開啟看看 這個104年的捐款明細 這個是同學呢 就是問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題還蠻不錯的 難度又更高 這個是真的有那個捐款 就是那個街友的服務中心 然後這邊有1月有沒有 到12月份 這邊需要個總表 按一下它呢 全部合併過來 不過呢 這個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你游標放的位置是A3 剛剛是A2 那如果像這個是1筆捐款 Ctrl Shift 向右 你如果向下呢 就錯了 如果這個捐款 如果這個捐款 假如說呢 它只有一筆的話 你就不能夠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只能向右而已 所以你幾種可能性 第一個 是完全沒有捐款 比如這個月份 完全沒有捐款 所以你要判斷 第一個 如果 怎麼樣判斷 這裡面沒空的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第二個是 只有一筆 第三個呢 是有多筆 像這個一筆 這個也許是沒有一筆 那這是兩筆 兩筆的話沒差啦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然後呢 我希望呢 可以怎麼樣 按個按鍵 自動幫我把1到12月份的資料 自動幫我整個整合在這裡 這裡的話 當然怎麼做 其實概念跟剛剛一樣 不過又更困難一點 就是如何判斷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是多重判斷 多重判斷 所以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就是刪除 刪除什麼呢 刪除如果不是日期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 有一個is date的函數 再來就是 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再試試看 用那個mySQL裡面 再建一個問題式 把它寫過去 再把它抓回來 不過這個部分 可能要再 就是 複習一下前面的 其實前面程式碼都有 你也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因為這個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因為你 應該 應該剛開始的時候 不太熟的話 恐怕有 還是會有很多地方 熟練度 或者可能 差一個地方 不會卡住的話 應該會花蠻多時間的 那如果你上班時間 可以拿來練習 是最好的 反正拿老闆的時間 你可以 老闆也會支付你薪水 又可以練習 好的 應該不衝突吧 你也幫老闆做事情 其實相得 這也是 互相 算是 互相都得利的事情 算是 雙方面都 都好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最好 我是覺得有時候 你找那種類型的工作 這樣也找 你剛好 也有興趣 然後呢 又可以利用 就是上班的時間 做你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專業技能 又可以向上提升 然後 相對的 又可以 得到一定的成就感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 先試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有關那個 104年的 捐款明細的這一題